大家好 我们在这几课里跟大家一起来熟悉一下 调音台的整体操作思路 我们来拿这个底谷来为例 我们同样的编辑四个小点 那么调音台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底谷 指向调音台通道1 我们听出声音来 点击播放按钮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是插入1 有点名进来了 OK说明有这个音频通过 OK那么音频呢 是从这里 从这个通道这里发出声音 然后指向连接到调音台 插入1这里面来 然后进去过这里 那么这个灯呢 就是可以让它静音 那么可以让它静音 当然也可以让它读字 我们直接右键 这个时候呢 其他灯都密掉了 我们就可以单独的听 这一个调音台 这单独的一个通道的声音了 那么我们再右键 那么这样子呢 又可以全部打开了 那么这个旋钮呢 就是它的声像了 就是这个通道的声音像 就是这个调音台 通道的声音像的调集 再往下呢 就是这个推子 这个推子呢 就是调音台的 这个通道的音量的控制 当然在这里呢 首先要强调的是 不能超出这个值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按住out键 点击它一下 这个时候 或者右键重置一下 那么它会回到默认的位置 这个位置呢 应该是音量最大化了 如果说你推到上面去的话 那么这里做好的压线效果 就是我们的调音台的 这个效果器里面 添加一个压线效果的话 将不起作用 或者说起不到一定的作用 请注意这一点 那么如果是要争议的话 我们还是要在这个 在通道设置面板里面的杂像 然后旋转这个争议即可 OK我们再往下看 往下看呢 它的音量 它的这个音频 从这里进来 进来然后呢 进行到这里分配 那么分配给谁呢 可以分配给总输出 那么你可以把它关闭和打开 当然也可以分配给其他进行输出 好 我们再往下 再往下这个呢 是FX 那么这个时候呢 FX是灰色的 我们现在在这里添加一个效果器 比如说我们仍然添加一个浑响效果器 这个时候我们点击播放按钮 当然这个时候 它没有总输出 我们让它总输出一下 好 这个就是音量 音量的这个关类 那么我们现在把FX这个灯关掉 大家会发现效果是起不了作用了 不单单是这个浑响效果器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插槽里 加了八个效果器 那么你只要把这个FX处于灰色状态 那么它将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听到的只是干声而已 那么这样子呢 就可以让我们来进行干湿 就是干声与四声的这个浑响效果前 与效果后的处理的这个效果对比了 比如说我们听一下效果前 这就是没有做过效果的 我们再来听一下做过效果的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对比了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下面呢 有这个保存的这个图标 我们点击它一下 这个时候它可以让我们保存 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保存到桌面 我们给它重命名一下 111 我们点击保存 那么这个时候呢 保存的时候呢 我们来到桌面上 找的时候是没有的 桌面上是没有 没有保存出来 那么怎么样才能把它保存出来呢 我们首先点击这里 然后点击磁盘录制 然后这个转换到波形文件 点击一下 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一个 保存的一个界面 点击开始 OK 这个时候我们来桌面上 就可以看到这个111了 我们点击播放按钮 或者说双击它进行播放 好 我们把效果打开 把效果打开 然后再来做这个 做这个 我们首先给它确定一下 好 我们来点击 转换到波形文件 点击开始 好 这个时候我们到这里面听一下 大家可以听到 听到这个声音 OK 我们现在如果说 大家说 我想把不同的通道保存成单独的文件 那么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实例 我们来做一下 我们把小叉给它添加进来 这是小叉的声音 OK 我们再来添加均鼓 再来添加这个拍手 我们听一下 OK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 他们指向调音台哪里的 这个是指向调音台1 拍手指向调音台2 小叉指向调音台3 军鼓指向调音台4 OK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分别给它 复文名称 比如说桌面 然后就是111 底股是111 然后这里呢 我们给它写上桌面 然后222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三轨 我们点击一下 来到桌面上 给它写上 44 333 好 点击保存 然后到这里 我们选择到桌面 写上44 OK 我们再到这个 总输出的一个保存按钮里 这里点击一下 我们给它写上一个 总体 OK 那么这个时候点击保存 好 我们再来点击它 点击这里 点击转换到播行文件 点击开始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到桌面上 来看到这一个总体 我们听一下 OK 大家可以听到 也就是说 这四个音色都出现了 然后我们听一下 111 底股音色 单独的 这是拍手 这个33呢 是小叉 44呢 均鼓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 调音台的这个单独的保存了 当保存完以后 那么这些发亮的这个保存的这个 图标呢 将变成灰色 如果我们再次要保存的话 还是要保存的话 我们可以再点击 然后再给它命名就可以了 OK 那么 它的这个功能呢 其实都非常的简单 一目了难 非常的 好理解 并没有那么太难的一种感觉 其实大家多去摸索 摸索 也就能玩透它 就把它给玩转了 所以说 我在这里一直强调的是什么 是软件 你要一直的去摸索 不要怕它 你如果怕它 它就不会理你 你不怕它 你经常去摸摸它 那么它就会听你的话了 这听起来怎么像小狗的感觉 跟大家开个玩笑 好 那么这几课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对3w.djdkk.com 无取交通网的支持 同学们 我们下几课 再见 再见